HELLO 大家好 我是热血Ken 我是Winnie 今天剛好是我們一家人要去埃及旅遊 然後接著去埃及旅遊的這次機會 想說順便來開箱土耳其航空 分別會搭乘兩款不同的飛機 我們會搭乘的是土耳其航空的A321NAL 波音777-300ER的客機 那今天我們就是要來開箱這兩款飛機 在飛機上會享用兩餐的飛機餐 我們也會去介紹一下我們經濟上的餐點 然後值得一提的是A321NAL這段兩個小時的航班 從伊斯坦堡飛埃及的開羅 如果運氣不錯去城金字塔夠大尊 我應該可以從飛機上拍到埃及的金字塔空拍 因為埃及基本上是不讓你玩空拍機的 那邊這樣子很危險 我們唯一的方式我就想到 所以有沒有機會在飛機上看到擊殺金字塔群呢 應該是坐在右邊靠窗 有機會拍到開羅 好期待喔 可以拍金字塔 有機會啦 我們試試看 剛剛說那一台客機是跟星宇航空是同一台 那這樣是不是感覺就有搭上星宇航空的感覺 對 我們是還沒有坐過星宇航空啦 算是疫情後第一次出國 然後能夠搭到跟星宇航空一樣新的飛機 又是同款的 不知道說跟星宇航空一樣 它裡面的座位布局會長什麼樣子呢 期待 很期待很期待 那我們準備去拿機票 然後登機 登機 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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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完全可以在天台上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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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景 喔有有有就是這樣子 對 那我們首先從台灣桃園機場出發 那飛往土耳其伊斯坦堡的是波音777-300ER的大型科技 這個科技是2004年公開發售的 土耳其航空在2011年購入 已經是至少12年的老飛機了 那我們先來看機艙設施 配備古早味十足的遙控 但螢幕有升級為觸控螢幕 影音多媒體的內容很豐富 右上角可以看到剩餘飛行時間 方便你掌握有多少時間可以放鬆 不用擔心要收東西 電影的部分有一定的星度可以當Disney Plus看 特別是有很多五歌詞情境音樂 可以在睡覺的時候聽 減少影音噪音的干擾 USB充電的位置有點鬆 但都能夠幫你的手機維持滿電直到落地 小掛鉤的部分 我們使用低行環掛耳機和乾洗手 建議大家可以發揮創意佈置一下 耳機音質普通 但也不能插自己的耳機 如果想要好好享受音樂 建議用自己的手機和耳機 頭部有靠整支撐 所以精神可帶可不帶 接著是機上餐點的部分 菜單全部都是英文和圖而其文 建議大家先下載好可離線翻譯的APP 才不會到時候看不懂尖色的食物名稱 晚餐有煎魚套餐跟甜雞肉套餐可以選 我選了煎魚 而Winnie選了蜜汁雞肉 首先是煎魚套餐 煎魚以為是油煎的 吃起來卻像酥肥雞肉一樣的口感 配上附贈的檸檬西芹奶油 口味神奇 但說不上美味 烤馬鈴薯也不像一般的馬鈴薯 而是吸滿橄欖油的馬鈴薯泥 油香味重之外還熱出一點煙燻的味道 應該定名為 煙燻深橄欖油馬鈴薯泥 綠沙拉則是完全正常的 就是台灣7-7沙拉 接著是雞肉套餐 蜜汁雞肉也不是蜜汁雞 結果是黑胡椒洋蔥醬醃漬雞肉 然後蔬菜炒飯是石井豆炒飯 炸綠豆其實是四季豆 而我覺得如果你是喜歡長鮮的人 可以點魚 但如果你恰好是吃東西很挑嘴 吃不習慣可能會心情不太美麗的人 我建議你不要點魚冒險 好好的點雞肉 起碼是接近正宗的台菜 早餐有馬鈴薯炒蛋套餐跟蝦仁粥套餐 除了主餐不同外 都有新鮮水果、起司、麵包 相當美味正常發揮 難得的長途飛行一定要看它的過夜包 土耳其航空提供的過夜包有 牙刷、眼罩、護唇膏、長襪、拖鞋跟耳塞 這個眼罩和耳塞非常適用 在埃及長途交通的時候可以好好休息 所以如果你沒有特別帶 過夜包已經幫你準備好了 記得帶下飛機 那拖鞋可以帶去埃及的飯店用 因為埃及的飯店沒有提供拖鞋 好,以上就是波音777-300ER的開箱啦 開箱完之後我們接著帶超大的伊斯坦堡機場轉機 很快就要搭上今天的主角 空中巴士A321neo A321neo是一款很新很新的飛機 從2018年首飛以來 陸陸續續在很多航空公司服役 是一款小心客機 星宇航空也是採用同樣的客機做短途飛行 這個客機是屬於單走道三三不舉的座位 也表示說你比較有機會坐到靠窗的位置 機艙測試的部分我很喜歡 不愧是新型的飛機 座艙空間堪稱絕美 尤其在白天飛行的時候 光線從窗戶投影進來 簡直太美了 座位有4K螢幕 畫質相當銳利清晰 觸控靈敏 跟螢幕一體化設計的 還有耳機孔 USB充電孔 信用卡刷卡槽 貌似可以在座位刷卡購買 機上網路 座椅前方口袋有分層 非常適合放行動點員手機護照 比起傳統只有一層更好用 跟波音777一樣 它有頭枕掛鉤 值得一提的是它附贈的耳機 是環保耳機 看起來相當便宜 但音質尚可 我不確定這是不是可以當成紀念品帶霞飛機 有機會搭乘的朋友可以問問空腹圓 本來以為兩個小時的短途航程沒有附餐啊 結果土航居然有附一頓早餐 也跟大家介紹一下 主餐是牛番茄炒蛋起司三明治 配菜則和波音777大致相同 有奶酪、起司、水果片包 整體吃起來非常清爽 一樣是正常發揮的餐點 值得一提的是 土耳其航空的飲料有酸櫻桃汁 我個人覺得非常好喝 推薦大家一定要點這個Cherry Juice 不要跟它講Juice 不然它一定會給你留成汁 你就沒有機會喝到這個特別的飲料 講完飛機的介紹啊 當然這場航程最重要的就是看窗外的風景 瞄準我們的金字塔展開行動啦 從伊斯坦堡起飛不久 還在土耳其境內的時候 你有機會看到當地的超級景點 棉花堡 記得隨手拍下難得的空拍畫面 騙朋友說自己是搭土耳其熱氣球拍的 在抵達開落上空 我們很幸運的在機場周圍盤旋等待降落時機 繞了整整360度 相機緊緊貼著窗戶心裡很緊張 哪怕錯過一個角度沒拍到 金字塔一定會寒恨 結果我們這樣子對著窗戶一直拍一直拍 已經都飛機盤旋繞了360度了 我覺得我們應該有某個角度 可以對到拍金字塔的畫面 可是空氣實在是太混濁了 可能是因為沙漠的沙塵啊 能見度極差 最後我們沒有拍到金字塔 我覺得蠻可惜的 那如果你有機會來 而剛好埃及開羅沒有沙塵 視野清晰 或許你還是有機會 幸運拍到金字塔空拍 那就看你的這個攝影設備 能不能就是長鏡頭去拍一下 然後我們的鏡頭變焦 沒有辦法變那麼遠 加上空氣比較混濁 實在是沒有辦法 雖然沒有拍到 埃及金字塔有點小失望 但也代表 我們的埃及之旅終於要開始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會上很多支 埃及旅遊攻略的系列影片 還沒有訂閱的朋友 記得按讚訂閱追蹤 才不會錯過我們的更新喔 這些開放一下 突然要請多多吉利 還可以 雜事宣受付 請多多吉利 請食べ 雜事 remain 我和眾多一期 並且我們會見到 這是我們會見到 我們會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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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見到